全大運是一個全新的賽程 主要跟高中以往不同的就是 高中的賽事都會修到兩天到兩天半 有時候還會到三天 但是全大運他是天半的時間休息 然後馬上就要迎來第二場的高強度 主要在這一天半之內做好的恢復 你要做得很充足才有辦法去應對到 非常賽事這種 但是我在場上的時候發現 人家都是完全做好的對他們有利的事情 然後去面對這場比賽 我在跑的時候其實很狂張 所以我有一下慢一下快 然後去試探他們到底會選擇跟上 還是選擇落在後面 五圈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狀況都很好 所以我決定就是要找到一個確切的時機 然後完美的開出去 就是讓他們覺得追不到 然後就會不會為了追我而衝刺 就是會放假 然後去評他的二三 但最近過四百沒多久 我看大螢幕就發現 借文學長目前還佔計在第二位置 我在那時候就決定我要衝出去 因為他們還要繞過借文學長 才能繼續的追我 所以超過借文那段時間碰檔 其實我就可以拉個十公尺左右的距離 對這個天氣就是不得破對獎 原本賽前也很冷靜的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去執行這項任務 感覺前面跑得太保守 所以後面會變成就是更多人來繳決這個冠軍 不會擔心 所以我會決定我出來待 然後慢慢待 然後至少留個四五個人 然後再做隊友從事 對這樣反而還比較不會緊張 然後比較能放鬆和去從事 第一場一萬的時候 我覺得我整個身心狀態 都還沒有進到比賽的狀況 我就想說那好 那五千再拼拼看 所以我今天五千跑的時候 就比較積極一點 就是他們加速我就跟 然後放我就放 那過終點再加一點點的時候 突然殺一段出去 然後因為我們長跑選手的最後一圈 其實大家差不多 假如前面那個沒有爆掉的話 通常就是那樣回去了 其實有點小可惜啦 有點小可惜 對所以 但五千整體跑起來就是 沒有一萬那麼 心不在焉的感覺